美丽的土耳其 波斯普鲁斯海峡 不只是观光客的必访游船景点 更是货柜运输重点海路 但现在想过这条路得付出更高代价 土耳其掌握进入地中海的两道海峡 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受到通膨影响 10月7日起现行的通行费 将从每骚0.8美元调涨到4美元 依次涨价整整5倍 也是近40年来首次调涨 调涨后每年土耳其通行费收入 将从4000万美元暴增到2亿美元 约台币60亿 但开通行费涨价第一枪的并非土耳其 往莱欧亚最快的海运路线 苏黎世运河每天高达数百万吨货物通过 上半年就涨了两次 全球最贵的收费站巴拿马运河 也将调整最高8%的通行费 将在2023年1月生效 全球海运价格恐怕也将跟着水涨船高 东森财经新闻中文王雨婷 中文报道